-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節目,我是曾正祥 今天是下午的2點37分,現在是二月以後的時間,二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但是我們昨天有談到,現階段我們來看,二月份我認為它是一個震盪偏多的一個盤勢 一個基礎的操作原則,震盪盤勢當中,當然它會有機會出現一個不錯的個股的表現 但是震盪盤的一個最基本的操作原則,就是不要追高,買低,買黑不買紅 所以阿翔老師在前一個禮拜的時間,我們告訴各位,我們接下來是彎腰剪鑽石的時間 那如果今天腰還沒有彎上來,你就不要亂剪,這個邏輯我們先定義出來 你就會非常清楚,現階段阿翔老師操作的節奏是如何,自然而然就不會到處亂追股票 那你像今天的盤勢來說,今天的盤勢看起來指數是強的,我先前說過了外資跑不掉,現後買了一堆 所以他會去撐指數,但是又因為即將有幾件事情,影響了整個盤面 然後幾件事情呢,第一個部分就是來自於什麼,來自於元月份營修即將公布 第二件事情就是下個禮拜哇塞要封關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各位好朋友 當然內資他在操作上面來說,會比較偏向比較保守 所以指數再衝,你自然而然偏向震盪盤勢,在衝的時候你要賣股票,黑的時候再來賣股票 所以彎腰撿鑽石這個策略是對的,但是腰還沒有彎下來你就不要亂撿 有人這樣站著撿,就像我們在踩草莓的時候,也是要彎腰下去踩,或者是蹲下來踩 了解這個意思嗎?所以各位學位好朋友,限期賺的策略你要先定清楚,是這樣子的節奏 以前跟前一段時間不太一樣,前一段時間你可能追了一些股票有賺一些 但是後面這段時間你要開始懂得低一些,不是像過去一樣一直無限的衝 這幾天你衝來通去可能會輸錢,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每一波的節奏都要掌握清楚,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在接下來這個禮拜 在過年之前這個禮拜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因為2月12號封關 我們來看,等於它就變成說是下下個禮拜,今天是2月1號禮拜四 等於就是變成說到下個禮拜5號到9號,2月5號到2月9號即將陸續營收都會公佈 所以這一點是投資朋友你要去注意的,有些公司他會提早開始公佈 但是你這邊要注意幾件事情,他想要是喜歡事件先講清楚講明白 那些不喜歡聽的就隨他們去吧,只喜歡聽自己想要的就隨他們去吧 說清楚講明白什麼事情,我們來給各位看幾件事情 第一個部分,這件事情所有好朋友你絕對不能忽略 特別是在營收要公佈的時候,什麼樣的事情呢? 果然就是新台幣匯率 我現在點了這一天,這一天是1月1號正式開始 1月1號正式開始的時間 這樣子的幅度差不多是多少?大概2% 那你可能有些投資朋友可能觀念不是不清楚的 可能會覺得說這個季報之後才會影響 各位說好朋友這個觀念不對 營收上面也會影響到 所以我們要注意,我舉一檔個股的例子 來,3019的亞光 去年12月份字節盈餘,虧了0.02 因為匯選的關係 各位說好朋友,我們來去對照幾件事情 等於他去年全年的EPS大概2.2左右而已 好,那我們來去對照幾件事情 為什麼特別跟各位談這個,你要去注意 去年12月份 你看,去年12月份是從這一天到這一天 這段時間各位說好朋友 這個匯率才升值差不多0.5%而已 新台幣對美金才差不多升值0.5% 結果亞光12月份就虧錢了 那我請問各位這1月份升值2%呢? 您覺得呢? 當然我不是說亞光會馬上反映在股價上面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這是未來可能會發生的利空 你就要放在心裡 那你可能會想說 阿強老師你這樣有講跟沒講一樣 那亞光到底會漲不會漲 亞光會不會漲要看籌碼啊? 但是未來可能會發生的利空 利空即將公佈之前它就會跌啊 但是不是馬上啊 你了解這個意思嗎? 就是說 阿強老師今天要跟各位談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說很多好朋友他會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什麼樣的狀況 來 你看喔 然後亞光我們就比較 因為我常常在講籌碼產業位階 籌碼產業位階 匯率的影響影響的是產業層面 那這個籌碼的部分 現在我們就坦白來說 亞光現階段還有一些大人卡在裡面 那這些大人他一樣會知道未來可能會發生了會損問題 但是因為他現在手上還卡在裡面 那勢必他的目的就是要什麼? 陸續賣股票 你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意思就是說 縱使我們再怎麼看好這個產業 但是我們未來可能會發生出來的利空 是已經一月份的新台幣匯率 已經差不多升值兩個百分點 那當然除非亞光馬上又公佈接下來 字節元月份的營收是怎麼樣 盈餘是怎麼樣 這利空可能反應的速度就會比較快 不過我想亞光應該也不會做這種愚蠢的事情 但是呢 現階段的籌碼因為他是有利多方 在亞光的角度上面來說 但是背後的跟未來可能潛在的利空是放在那邊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是業內大戶或者是一些特定的主力 你要知道這個問題之後 你會採取的策略就有可能 他會採取一個所謂邊拉邊出 你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這意思就要告訴各位 當一檔個股有些時候 你看他已經有點開始衰退 但是他股價還會創高 那其實就是一個所謂邊拉邊出的一個階段 但是很多好朋友 他如果比較沒有這樣子的概念的時候 他會單純的依照技術面的角度來去做操作 那就會變成說 一個反轉你技術面的角度操作 短線上你或許有時候會能夠賺到錢 但是一個反轉下來 你沒有來得及跑你就會套住 這個就是邊拉邊出的時候 不代表他完全這檔個股完全不能做 但是代表的是你的操作策略你心裡就要清楚 他未來可能有這樣子的利空已經是存在的 你在做這檔個股的時候 你的心裡就要很清楚 你就是只以短線進出為主 所以什麼樣的情況 你的策略要根據什麼樣的策略來去做定定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現階段這個台股價權指數 我認為我們前兩天已經跟各位說過 我說這個就是震盪的盤勢 不會像過去一樣這樣一路拉 所以既然是震盪格局 那當然就是高出低進 買黑不買紅 彎腰減鑽石 我們再舉一檔個股例子 就像今天阿翔老師 看指數我整個衝上去 趕快讓壞員朋友 陸續獲利下車一些股票 把現金放到口袋中來 讓壞員朋友 有一些現金可以過年不是很好嗎 留下一些持股 然後留下一些現金 這樣就很漂亮 我已經在規劃這些事情 可能很多好朋友你還不知道 到底你現在要報股過年還是不要 還是要留現金 那當然這是要看什麼樣的股票 至於什麼樣的股票可以留過年 這個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節目時間不夠 在談這件事情 我們找時間在Lite上面 來去做說明 好那我們來看了 2534的宏盛 2534的宏盛 你在昨天阿翔老師的Lite報告當中 你就有看到 而且阿翔老師還直接告訴你 這是我們會員朋友的持股 那今天他往上衝高 往上衝高之後 先獲利下車 衝高創高利多公布 當然先獲利下車 你了解這個意思嗎 這是一個比較穩健的做法 那你可能會想說 阿翔老師這個宏盛說出來 他今年第一季有機會賺一個股本 現在賣會不會太早 我覺得還好 有機會後面一壓回下來 我們再來買 或者整理沒什麼問題之後 再來買 把錢賺到了手 先賺一些 小賺一些 先走人是OK的 我覺得 那我們要去對比的是什麼 利多公布的時候 本來就是應該先站在賣房 那你說宏盛一月份會不會入帳 我覺得有機會 但是如果我們就另外一個角度來談 長宏也有機會入更大的帳 如果他把長宏如果在今年的第一季 把這個所謂的這個 他在林口的這個案子已經銷售了出去的這個部分 因為已經完工要入帳 完工入帳的比重先任列進來 再加上這個賣給中華郵政大樓的這個部分 六十幾億的入帳進來 長宏股本是二十九億 中華郵政的這個賣出去的大樓是賣了六十四億 然後再加上這個已經完銷的這個已經賣出去 已經銷售出去的差不多六成的長宏林口的這個案子 差不多接近五十億左右 幾個股本 股本二十九億 六十幾億再加上五十億一百一十幾億 如果入帳了呢 但是他低調的多 你有沒有發現長宏反而很低調 他們反而沒有放消息出來 這個先放消息出來 那你今天要做股票你要選擇低調的還是高調 你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們藉由這樣的觀念來告訴各位 你現階段你要彎腰之後再來撿 你不能腰直直挺挺的然後就馬上要去撿這不對 彎腰下來再來撿 如果在下個禮拜的時間再往下撒下去 那我想的事就肯定地告訴你 彎腰下去就撿 你就可以撿到對的股票可以包括你 了解這個意思嗎 好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整個 整個 概念性的角度再來跟各位談就是說 你今天我們主要帶著會員朋友是先站在賣方 那你先抽回一些現金 因為我接下來就是要讓會員朋友能夠有錢彎腰來撿鑽石 那新的會員朋友調整好你的股票 幫你調整好你的股票 你下來接下來也可以跟著一起彎腰撿鑽石 所以才說我們最近的活動的訊息是穩賺168彎腰撿鑽石 好那我們要來看 利多其實阿翔老師過去常常在跟各位提醒很多的股票 你不能在利多很多的時候很熱鬧的時候一直拼命說自己要去買 這個是絕對錯誤的一件事情 我想這個所有好朋友應該都已經了解 但是還是會有人不知不覺的不小心在這個區塊而受傷 我們再舉起一講個股的例子 前兩天8069的元太非常的紅 無人商店的開幕 那但是呢如果說你不是事先先買好 你馬上去追你馬上先買先逃 那大家一衝上去之後 就有幾個節目說自己獲利下車了 看他說成這樣就說自己獲利下車 各位主要好朋友 當然我們要告訴各位的是什麼 我們今天這樣的提醒 不是說無人商店這不是趨勢 它是趨勢沒有錯 AI也是趨勢沒有錯 3D感測也是趨勢沒有錯 5G也是趨勢沒有錯 但是我們在選擇進場買股票的時機點 就是不要在那個很浪潮的時候 在熱鬧的時候跳進去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跟道理 所以人家最基本的道理就是 或者綠托公布的時候不要去買股票 意思就會在這邊 所以同樣的道理就是在這邊就是說 我們同樣的要回過頭來 原太收成這個樣子 當然就是 藉由這樣的角度來跟各位反省去思考說 你這追高你當然最近容易受傷 正當盤盤就是彎腰在剪鑽石 那我們再整個回過頭來 再來看看就是說其他 那我們去注意幾件事情 我們剛剛用的這個亞光的例子 去年12月變成轉盈為虧 因為新台幣匯率升值0.5% 讓它變成虧損0.02 EPS 就像我剛剛一開始所說 有些話我們講在前面 不喜歡聽的就不要聽隨便 但是我們喜歡客觀的角度來談 因為現階段這個市場 新台幣升值1月份差不多2% 它就是明白的事實就是在那邊 你不能去否認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它一定會影響到有一些外銷導向為主 收美金的主要的個股或者是公司 這一點你就要去留意 那我先前有說過毛利太低的 影響層面會比較大 或者是這個 這個以去年的案例來說 影響層面比較大的是工具機 所以在這一點來說 不管工具機其實包含像什麼機器人 這些其實都在去年影響都很大 這些你在最近自己都要注意 那當然我們再回過頭來 那有一些股票在低檔 那有些股票在低檔 籌碼又很集中的情況之下 那受制有它自己的機會 除了剛剛我們所談到的長紅之外 長長久久也是這樣子的概念 到這個南方之心 最近又先入了整理 就先讓它整理 那更重要的另外一點是在於說 這檔個股3257的宏冠點 今天慢慢又有一些買盤開始重了進來 那我們來去仔細思考這一波 仔細思考這個波段 有興趣可以投資朋友 你可以去查查這一根 代量往上攻上漲停 去查查什麼 查查國內幾大法人 跟幾個重要的券商 轉換持股的情形 轉換持股 漲停 然後衝一根 量縮 收紅 再衝一根 上領線 帶量 後來量極縮 今天又醞釀在往上攻 我闖完的問題 大家好朋友自己去稍微去研究一下 但是這會員朋友都知道 我已經跟會員朋友講過了 但是更重要的一點是在於什麼 3257的黃冠電 在今年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當然就是Xbox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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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銷售狀況還算不錯 去年11月 推出來的Xbox的最新機種X 這個這個在銷售數據上面來說 整體Xbox的這個家族 在去年12月銷售的數據 還一度超過了PS4 還超過了PS4 所以在這個角度來看 在今年 這個算是他們供應鏈當中 比較一個穩定的這個這個收入之一 那當然另外一個區塊就是 在MOSFI的這個部分 MOSFI的這個部分 因為它去年年中已經送一樣 給國際大廠去做一個認證 那這個認證的時間到目前為止 已經差不多來到半年到七個月的時間 半年到七個月的時間 那事實上這個我認為認證的時間 通過這個認證過與不過的消息 你應該就很快就能夠知道 那當然你問阿翔老師說 阿翔老師他到底會不會通過 國際大廠的認證 在這個MOSFI的新產品上面 阿翔老師要直接告訴你 我不知道 公司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我們怎麼會知道 但是這個機會大不大 我覺得是大的 為什麼 因為籌碼集中的狀況來看 你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有人會視線壓寶的原因也在這邊 所以我們要來看就是說 他現在亮說整理幾天之後 又開始收你給小紅K 那你看 那當然你看 這是不是亮仙價行 你自己去思考 低檔出亮亮仙價行 是不是這樣子你自己去思考 那如果說真的是亮仙價行 那你覺得 有沒有潛力去挑戰這個位置 有沒有潛力去挑戰這個位置 他後面中間這段過程當中 其實下殺其實都沒什麼亮 籌碼相對來說其實是很穩定的 那如果假設未來這個認證 真的宣布通過了 有沒有潛力 你自己思考看看 那護衛朋友 按照阿翔老師的訊息進出動作就好 好 那整理來看就是說 在現階段來說 我們幫各位整個總結下來 現階段它是一個震盪的盤勢 震盪的盤勢 你的操作就是買黑不買紅 不要亂追股票 好 節奏跟過去一段時間已經變了 不一樣了 過去你也許藉著當衝 你可以多少賺一些 但是在最近這幾個交易日 你其實可以發現 那個節奏已經開始變了 就如說阿翔老師先前所告訴你的 接下來你就是彎腰減鑽石 可能你還沒有意會過來 就是一直還在做短線長當衝 好 所以我們整個總結下來就是要告訴各位 現階段你認同這樣子的操作 第一檔問要計算石 很多好的股票 這是我們過去操作的案例 我不是說現在你還要去買 我是說過去你可以看得到成功的2520的貫德 18塊多到24塊 2515的中工 6塊9到8塊10 5534的長紅 74塊多到90塊錢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還有啦 包含3546的雨均 4155的東洋等等 陸續都有獲利當中 那當然現階段整個總結下來 那接下來你還要注意什麼樣的概念 或者是什麼樣的機會 或者是什麼股票 到底能不能夠報股過年 歡迎加入阿翔老師的Light 阿翔老師的Light 是小老鼠小寫的T2330 小老鼠小寫的T2330 感謝所有投資朋友的收看 祝各位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